各位同學大家好 剛才在第三段大概五分多鐘的影片裡面 我已經把Roberty大概做了一個介紹 所有相關的文件在這個公司的網頁上也都有 我們在這一個階段要介紹的是它的一些小細節 先介紹一下它的小細節要補充一下 前一段影片我們是用實體給大家看 再來我們又要用python寫程式去讀取它的資料 就是獨立的 獨立的沒有跟IoT Talk沒關係 再來當然就是要跟IoT Talk結合 那跟IoT Talk結合實際上就是把讀資料的工作 跟原來DimeDevice的程式組合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們為了讓不太懂程式的方便 我們有寫一個就是我先假裝成是Smartphone 那這樣它就是一個不能打電話的手機 就只有六軸感測器這樣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抓下來之前你就會發現很簡單 包括比方說你就可以把它用它來翻轉開關燈 跟之前我們用手機翻轉開關燈一模一樣 只是說我現在是用python抓這裡的資料 然後送去IoT Talk 等一下我們把它建叫做Rabbit好了 因為隨便我們取名字 就是我們就叫兔子 因為它也故意畫得像兔子 但是Roberny原來就是耶穌的門徒對耶穌的尊稱 就是師父 主人 老師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這個程式你可以看到也很簡單 我們就是用那個dummy device 跟那個原來的簡單的範例結合起來 好 那回到這個Roberny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實際上裡面就是有一顆晶片 那一個晶片就叫做IMU 那這個IMU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慣性的量測儀器 慣性的量測晶片 UNIT就單位嘛 那一般都做成晶片 那價錢才便宜啊 好 那這個 這一頁裡面有把那個晶片價錢列出來 左邊這一個是藍牙晶片 Nordic的藍牙晶片 所以IMU是這一個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個呢 這個藍牙晶片呢 如果你買一顆214塊 如果你買7000顆 每顆大約93塊 那這一個慣性感測器呢 如果你買一顆253塊 所以這類似 你買一顆就是價錢比較貴對不對 那當然廠商才會去買一大堆 所以它根據維基百科裡面的定義就是說 什麼叫做IMU呢 就是物體它會抗拒它的運動狀態被改變 那這時候它就會產生一個值 所以就可以把它量出來 就是由這個晶片把這個值量出來 那通常常見的IMU呢 指的是六軸感測器 這六軸包括三軸加速度 還有三軸陀螺椅 那有時候還有九軸 就多了一個地詞 就是像我們那個用手機 連到網站上smartphone的時候看到的那個指南針 就是靠這個量出來的 就測量地詞方式 不過你可以看到它通常不是很準 那這個陀螺椅就是你在轉動或是晃動的時候 它可以量得出來 那它可以幹嘛用呢 中溢加速度你可以用來量 比方說當然可以有很多種應用 那這裡舉一個例子 你可以量它起跑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什麼時候 那個三軸的那個變化 那把它數據錄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去分析 它到底是 這時候到底是什麼動作 當然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是在它的腳 或是可能綁好幾個 綁那個像那個Roberly 可以綁好幾個這個加速龜 就是陀螺椅 那陀螺椅不是G先生 G先生是剛才的那個加速度感測器 它另外一個名稱叫G先生 所以完整的名字是重力加速度感測器 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叫G先生 那這個叫Giro先生 陀螺椅 所以陀螺椅還可以去偵測出來 它的腳速度的這個變化 所以有人把它拿來 比方說我是不是可以拿來綁在鎖碗上 然後教人家怎麼樣彈吉他 就是配合你一個電腦的程式來分析 告訴你你鎖碗是不是轉錯了 或什麼東西的 再來這個是地磁椅 就剛剛講我們Smartphone上的那個指南針 對不對 不過這個就是很容易受到附近的電子產品的這個影響 就是因為它會產生磁場 電子產品產生磁場 所以常常這個有時候會不是很準 但是可以利用軟體來配合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感測器去做調整 好那剛才有提到就是 九軸感測器就是兜了這個 兜了這個 就是六軸感測器加上這個 這個在他們的網站上 它這個是要賣九千塊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 那六軸感測器呢 我們有去跟學校那邊借了 那個25個 那這個原則上就是一組一個 一組一個 就是你做專題的時候呢 如果用到 那你可能沒用到你就玩一玩 學期末要交回來 那我明天以前會拿去助教那邊 拿去助教那邊就是 由組長去跟助教借 組長去跟助教借了要寫戒條 一樣在這個學期末的時候要繳回來 好那這個是高中生做了一些範例 你有空可以自己點進去看一看 好那常常有同學問說 怎麼沒有投影片放哪裡 投影片就是放在第一次就公告的那個地方 一直都沒有換位置 同一個地方 就是那邊的投影片就是越來越多個 那目前我在那個YouTube的下方 我也有放那個投影片的網址 所以你點開這個投影片 以後自己再去每一個 點開來看看那些高中生 他們到底發揮了什麼創意 其實他利用Robert你做的一些 簡單的這個作品 有些可能是去參加比賽或什麼的 好那這個我在前一個影片已經講過了 就是這個樣子叫做Y軸 就是當你拿著這樣的時候 他不是四方形 是前後 這個腳要對著前面 對著前面 然後左右就X軸 上下當然就是翻過來就是Z軸 他在這個上面 他這裡有貼了一個Mac address 就是我在前一個影片沒有忘了講 有貼一個Mac address 因為這裡面有那個藍牙對不對 那你如果用藍牙的時候 他就會根據Mac address 這一個是Robert 他的硬體的一些參數 就是比方說他充電要30分鐘才充飽 充飽後 如果你那個電源的那個沒有打開的話 你打開以後他就在藍牙通訊 那這時候他待機可以五天 那你如果連續使用呢 理論上可以80小時 不過我試過然後沒辦法弄那麼久了 那他的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功能按鍵 功能按鍵的這個功能呢 在列在這個地方 我剛才在那個前一個影片裡面 右車這個我告訴你 就是你要壓著 壓到這個燈的亮綠燈 然後五秒鐘會 每五秒鐘他會閃一次 這樣才表示說你這時候那個藍牙有在廣播 這樣你用筆電或是用那個PC 如果插了那個藍牙的Dongo 就是藍牙接收器 你才有辦法去把它做配對 那另外呢 他走側 走側這裡還有一個功能呢 按下去以後呢 他會開始記錄裡面 他裡面有一個counter 他可以開始記錄 然後再按一下的時候 他會停掉 他這邊是說你按下去的時候呢 他那個燈呢 這燈會亮紅色 亮紅色呢 他就 亮紅色他就開始在算 一二三四五六這樣子 然後 再按一下他就會停止計算 就一樣 左邊的這個按鍵 那剛才提到的 右邊的按鍵呢 就是這裡 這怎麼用紅呢 應該用綠燈啊 他寫綠燈閃爍 那再來你可以檢查一下它的電量 當然前提這裡面要有電 就是你原來已經充了電 那這時候你可以長按五秒 就是你右側那個鍵呢 壓久一點的壓五秒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指示燈 那指示燈呢就是如果它是綠燈 那電呢還蠻充分的 如果它已經是紅燈 那就快沒電 好 那再強調一次喔 這個Y軸呢是這個尖尖的這樣 這個圖應該是把它往右旋轉一些 好 那其實如果不寫程式呢 他們公司已經有請學校 一些學生幫忙寫好了 就是你到這邊去抓 可以到PC上 Windows上面執行 Windows上面執行 Windows上面執行了以後呢 它也可以結合Squatch 就是在畫面上 畫面上就是它會顯示一些資料 然後它可以選擇是我是從USB 還是從藍牙 就是你那個到底是連著USB還是連藍牙 然後它有一個技術的 它也可以去設定說 到底要什麼條件才要去數 所以這個你如果還沒寫程式 你也可以抓這個回來 然後Run一下看看 就是執行這個程式 Rubb-pc.exe 執行這個 就是把它檔案解壓收以後 然後找到這個檔案 好 那它這個程式之前有bug 不知道有沒有修正 就是抓回來 你執行完以後再執行第二次 你會發現它不理你 那就是你要用那個管理人進去 找到它那個程式把它砍掉 這樣再重新執行就可以 那當然你如果抓到了新版已經修正的話 那就ok 好這邊就告訴你 你點這裡就是表示USB連接 你點這裡表示藍牙連接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用那個python 來讀取它的這個資料 在這個入門所冊裡面 第十項這裡 我們就直接抓那邊的範例 點這裡 不過你記得我們這個檔案 要存成UTF8 那我們直接到那個 我設定的TEST543 好所以我們到 我們開這個窗好了 已經開了 好就用這個好了 好 這是TEST543 好那我先在這邊建一個 python的隔離環境 就是虛擬環境 python-m V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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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取一個名字 GGYY 那它就會在這個目錄底下建一個 這個 現在這裡沒有 這是同一個目錄 TEST543 TEST543 好它會把 python必要的檔案都copy到這個地方來 好 copy完了之後你可以DI看看 好 裡面有include the library 然後configuration script 好 所以我們要進這個目錄 但不要進去 我們通常會建立 就是你本來activate就好 所以GG 然後反斜線 這個SC scr tab下去 然後反正 ACT tab下去 好 不過這個activate最好要記一下 因為 我們不用的時候有一個 左邊加一個 de deactivate 這樣 好 那當這個執行環境被啟動以後 左邊就會有 那個目錄的名字 表示讓你知道說 我現在是在隔離環境 如果你不要 你就 D 加一個 de activate 這樣就 離開 隔離環境 好 再一次進入隔離環境 好 這樣 GYG目前的這個 這個目錄 底下的script 裡面的activate 一個批次檔 好 然後再來我們再切換到我們要的目錄去 我們要的工作目錄去 那我們要的工作目錄就是 我們建一個叫rublin rublin rubit 故意叫rubit 好 那我們需要一個空檔案 我記得我們有 我們應該有一個 empty 有這裡 這個empty就是utf8的 所以我們copy進來 上一層的 這個empty 不要 好 這個檔案 好 那我們叫做utest 好了 utest.py utest.py 再來 修改我們從這個窗 執行到這個窗 修改從這個窗 好 我們是放在 不是這個喔 這個是隔離環境的檔案而已 我們不要理它 我們剛剛在rubit裡面 好 按右鍵 好 用這個也可以 我們剛剛用過 好 所以這個檔案 其實上就是兩行 對不對 它裡面沒有東西 只是說我當時存檔的時候 把它存成utf8 你如果用NodePay 加加 它本來預設就會 建議檔案就是utf8 好 那我們 這個呢 把那個網頁上的程式碼卡進來 好 從這裡 好 到這裡 按鈕鍵 複製 好 不過這個沒有用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這個coding 或是coding冒號 這個指定它的編碼這個呢 只有在前兩列才有效 之後寫的就等於沒有用 就是它看起來像註解 可是其實它是有意義的 這個是有意義的 但是因為這個已經寫的 所以後面再寫的 這個就沒有用 好 那我們這一個版本呢 是USB的版本 程式很短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現在呢 要把我的Rubbery呢 這個用USB的方式插到電腦上 因為大部分的電腦 並沒有那個藍牙 你要去買一個藍牙接收器 藍牙Dango 麻煩 所以我們當時才要求廠商呢 要有USB的這個功能 好 那我已經把我的Rubbery呢 插到電腦USB上面 那再講一遍 因為用USB 所以上面的那個藍牙開關呢 可以不用開 上面那個藍牙開關呢 這個關掉就可以了 好 那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程式 這程式就是 因為它以前舊的版本呢 是傳回來的G呢 是9.8 現在傳回來1 所以我這邊呢 就補了一個這個倍數 這樣就是說 你如果是以前的 那這裡就寫1啊 因為它現在呢 是傳回來1啊 現在傳回來1 我就要乘上9.8啊 以前傳來就9.8 我這裡就乘1啊 這個是我用來 乘進去的這個倍數 好 把它存檔啊 因為這獨立執行 所以不用去管什麼Server Save 而且呢也不用管它Mac address 因為我現在用USB 好 所以就是 跟它講說 我有一個 一個一個物件 它是Roberling 然後Mod等於USB 然後Rober.connect 好 它它反應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睡兩秒 睡兩秒 那根據他們廠商的講法是說 你這個最好是先read一次把它丟掉 好 不然的話有時候可能會不成功 所以我就read兩次 第二次再read以後 它當然在裡面就會記起來這樣 好 所以剛開始執行 你會發現 奇怪它怎麼有點頓頓的 我存過了嗎 再存一次好了 好 然後我們就到這個窗來執行 好 YouTest Python 那它會告訴你缺這個缺那個 你就peep install就對了 好 它說它不認識Roberling 好 那就peep install R-A-B-B-O-N-I 它說不認識什麼 你就記得peep install什麼就對了 好 用到很多這個程式庫 所以它出了自己程式庫 好 好 再執行一下 Python 這個東西 總共讀了100次 你說那讀那麼多 我看不完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讀少一點 在這裡 這邊 它讀了100次的資料以後 然後它就停掉 好 或是你敲坎軸心它也會停掉 這裡 你敲坎軸心它也會停掉 好 我再執行一次 我這次故意把eosb拔起來 好 執行了 好 你有沒有發現呢 它說 這個 它出現錯誤 有沒有 就是 沒有連接上 好 拆回去 好 再執行一次 好 我現在都不動 就是正面朝上 都不動 好 這樣等一下 你去分析它的資料 會比較準 對不對 Ctrl C 好 看看 剛剛讀了 33個 因為第三個還沒讀完 被我們幹掉了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喔 這個 重力加速度的x軸 軸近於0 對不對 負的0.0 那不是軸近於0嗎 Y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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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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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紙都很小 我重新執行一次 我動很大力 就是手抓著它亂甩 來看看它怎麼樣 好 重新執行 好 再一次 好 status 1 好 亂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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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控制器 剛才我去敲控制器 後面那個來不及 再捲回去多一點看 好 所以你看 剛才我在亂甩亂甩的時候 X軸被甩到負二 就是曾經甩到負二 Y軸甩到正二 當然每一次都不一樣 因為我在那邊亂甩嘛 好 不過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陀螺椅 陀螺椅的話 因為我亂甩 你會發現XYZ的角度變化都很大 有沒有 你往回撿 我看 負1000啊 負1000負1000 Z軸 好 因為這個我們就是把抓到的那個 最多100筆資料把它印出來 在這邊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我這裡有 我已經把它乘以9.8 在這裡 我這邊已經乘以9.8 這邊 這一個 這一個 不過這一個因為已經是在 這已經是最後這一個了 就是它這個最後的時候會印 這裡 所有的29個X軸 我這裡 最後這裡印 這邊 中間印的沒有成 我只有最後面這裡 因為它有記在這個 這個是我們建立的物件 這聲聲短就這樣而已 這個.accxunderline list 它裡面就是有一大堆的 就是你剛剛讀幾個就幾個就對了 就是它會放在記憶體裡面 那我們這邊就是把它每一個都乘上 這個gfact 就9.8 然後再把它印出來 就是ggyy等於 這個串列裡面的每一個都乘上 所以就變成每一個都乘了9.8 然後這裡把它print出來 這個是註解 然後就把那個停掉 所以你看這裡 這個都已經乘上 這是乘上了9.8 不管正的負了 都已經乘上9.8 所以我們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的是 0.643什麼什麼的 這個0.643什麼的 不過這樣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應該是這個了 這個6點什麼什麼 這個乘以 乘以9.8差不多10啊 差不多10 所以沒錯 有沒有看出來 就是這個6.3092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原來這裡的 0.643799乘以9.8 這個 那我們再試 這是第二個 我們就用同一個檔案就好了 就把它殺掉就好了 因為 回到網絡 這個稍微修改過 這一個稍微修改過 這現在是USB版本 如果是藍牙版本的話 那要注意要填那個MacEdge 在那個Roberny的那個背面 好到這裡 那它舊的層次庫本來有這一個 這個CNT這個變數 但是後來新版層次庫不見了 所以我這邊就把它註解掉 這個層次稍微長一點 好存檔 好那我會倒數計時 就是5 4 3 2 1 我這邊會倒數計時 然後讓你有時間準備 倒數計時完了以後 當然我還是先故意讀兩次 你可以試著把它一行註解 我註解掉一行註解 因為它手冊是說要至少讀一次 我是把它讀一次丟 等於是讀一次丟掉 如果不準你再把它弄回來 我們看到它5 4 3 2 1的時候 在手開始動 為什麼你故意不要動 先有一次不要動 正面 我現在是正面朝上 我這個只做了10次的樣子 8次而已 8次而已 然後我就停掉了 然後就可以去分析一下 像目前來講 就是正面朝上 我剛剛講 正面朝上的話就是Z軸 Z軸的重力感受到的是1倍的G 就趨勁的1 我現在再執行一次 把它反過來 再執行一次 反過來 這次現在是背面朝上 這次現在是背面朝上 前面是因為它在connection的比較慢一點 好 再來看你看Z軸 有沒有 又是負1 負1 然後Z軸都負1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去分析那個資料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進階一點的 這個要檢查Rubb的姿態 它姿態的話就根據xyz的重力加速度就可以檢查出來 我們直進看看好了 來 你這個程式再自己研究一下 當然我這個沒有很認真去算 就是我就隨便寫一寫 然後測量一下看看 那有不對 我就把它修正這樣 所以這裡面的那個值呢 就並沒有很認真的去算說 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 複製 好 這個 這個coding這個都沒有用了 好 那這個 我這邊叫scale 不是gfactor 因為前後隔了幾天寫 後來就忘了變數 好 好 所以這個程式我最開始寫的時候 因為它送回來是9.8 所以後來才會變成這些除什麼 好 那我們執行看看喔 好 那我現在背面朝上 我沒有在動 背面朝上 我們看它印什麼東西出來 我都不動啊 都不動 背面朝上幾乎平放 背面朝上幾乎平放 我覺得它每次來檢查 都是背面朝上幾乎平放 有沒有 我們程式檢查很多次 前面的時候它資料不準 可能剛讀出來都0 姿態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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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正面朝上 但是我把它X軸的方向往左傾 X軸的方向往左傾 好 就是等於手抓著 然後正面把它朝向左邊這樣子 好 就是大概 大概 三四十度四五十度這樣 好 指定看看喔 好 正面向上走傾 有沒有 正面向上走傾 那我把它改成右傾 就是X軸的方向 把它往右 也就是正面向著右上方就對了 好 現在正面向著右上方 好 正面向上右傾 我現在把正面呢 就是尖端的那一個 給它往直向地上 但是也沒有垂直喔 好 就是尖尖的那個是歪軸的意思 好 尖端 我現在是尖端朝前端的地上 尖端朝前端的地上 好 你看 正面前端向下 有沒有 好 那我怎麼判斷呢 我剛剛就講 我隨便寫了 在這裡 隨便寫 就是 更精確的 應該要去研究一下 這個X跟Y的值 到底是怎樣 對不對 然後去把它算出來說 到底哪一個是整個 那這個印出來的那一個呢 我再弄成一個array 有沒有 用一個array在這裡 這裡 然後這個array 再搭配另外一個array 另外一個array就是說 它到底是 正面是朝哪一個 正面朝上還是朝下 0就是不知道 1是正面 2是背面 應該是朝上 就是正面朝上還是背面朝上 那0就是不知道 因為無法判斃啊 就是它可能剛好在0界點的時候 或是你的手呢 可能 可能動的 那時候有在晃動 也是會產生那個 好 那這個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我們還可以動態來偵測 因為剛才都根據重力加速度而已 重力加速度只能 只能偵測出來你的姿態 就你到時候你這個方向是怎樣 那我們如果搭配另外的三軸呢 就是那個grill sensor 就是陀螺椅的話 好 我們就可以偵測到你這時候動的那個 的那個 那個方式 好 那我們怎麼弄呢 這邊 我這裡有一個 判斷動作 就是你這時候呢 執行的時候你就故意把那個 往左轉 就往右轉這樣 就不是靜態在那裡等我檢查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程式的碼 塞到適當的地方 什麼叫適當的地方 就是不要 不要塞到 不要塞臭那個 函數的中間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獨立的函數 所以複製 然後 放哪裡呢 好 通常來講就是 放有函數 這裡有一個函數啊 我們就放它前面就好了 對不對 好 好 或是說 因為這幾個常數 通常是給它用的嘛 我們就放這個更前面 好 其實我這裡有寫啦 你就放這裡嘛 好 按Enter 好 貼上來 我去故意控一些空白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用來檢查的函數 檢查說 向左轉 還是向右轉 還是怎樣 還是怎樣 就一大堆alif 因為Python沒有switch case 所以就是乖乖的 用if alif alif 最後就Als這樣子 好 那我這一邊的這個 這個檢查的這個呢 在程式裡面 其實已經寫了會呼叫它了 但是我被我註解掉 就找一下把它註解解除就好了 在這裡 Check movement 就是它就去呼叫這個 剛才塞進來的這個函數 好 所以這個Check movement這裡 去掉 好 就警號去掉就好了 你要去掉就好 好 存檔 好 我們來執行哦 那我這一次就是往右轉 好 就是正面朝上給它往右轉這樣 好 正面朝上給它往右轉這樣 大家要看它倒數計時的時候 好 正面朝上的 好 1 原來那個姿態的部分 正面向右垂直 因為你在亂動嘛 亂動當然有可能就是 偵測到的這個結果就不一樣 像我往右轉以後 變成背面向上走前 因為這時候已經轉到背面向上 往右轉 我再一次 再測一個往我這邊旋轉好了 就是我現在平面抓著 然後往我這邊轉 好 有偵測到嗎 有兩行 正面前端向上向我旋轉 有有有有偵測到 正面前端向上向我旋轉 因為我就是做這個動作 正面前端向上向我旋轉 但因為我只轉了一次 因為也沒有一直在轉 因為轉轉轉 後來它就變成尖端 就朝向我心臟 也沒辦法再轉了對不對 所以它偵測到一次 好 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這樣子就可以偵測到我們做的這些姿勢 判斷的動作是在底下 把它塞進去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這是藍牙版本 藍牙版本要注意的就是呢 你這裡MOD要有BLE 然後再來你要把那個Mac address填進去 這個Mac address在那個Rubb的背面 Rubb的背面它上面都有貼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做scan的動作呢 讀出來以後然後印出來給User去選 然後做配對當然也是可以這樣 不過你把它寫死的話呢 這時候就是比較不會去連到別人的 連抽因為你附近可能手機的藍牙什麼東西跑出來給你搜尋了 都可以搜尋得到 好那我們接下來是要來做那個跟IoTALK連結 那跟IoTALK連結呢 我們首先第一個動作呢就是假裝你是手機 我先跳到最前面 然後點10讓它跳下去好了 就是7 8 9 10 好 點這個 好 那這邊呢我有放一個新的版本 這個影片呢本來之前有舊的啦 但是你改抓這個 Rubbany Robbany Robbany 那點進去以後抓雲端裡面呢 有一個含有TSAiWN的zip檔 我現在就馬上做這個動作 那記得呢 因為它程式庫呢只支援Python3.3到3.7 3.8版以上呢 執行會有問題 3.7.2以下也會有問題 所以你的Python要注意這個版本 好 點這裡喔 好 那這時候進來 你找到有一個有TSAiWN的這一個 然後把它抓下來 好 因為我這個是有登入 所以介面用起來不一樣 好 Download 好 那抓下來以後呢 當然你不要到處亂放 等一下忘了在哪裡 好 所以我先把它按右鍵剪下 然後我回到我的Test543那邊 好 裡面的Rubbit 我們剛剛已經叫Rubbit 好 放這裡 把它解壓收 好 它又多了一個目錄 沒關係 好 等一下我們就是比較麻煩而已 就要進那個Rubbit 再進那個Rubborn 好 那因為我們用USB版本 所以就進這個 如果用藍藍的版本就進這個 進藍藍的版本就是多了一個Mac address 要注意 好 那改什麼東西呢 好 首先就改DAI 用這個好了 好 注意一下這個Server 好 我用5好了 好 5.iottoken.tw 好 因為這HTTPS 所以不能冒號什麼9999 我們已經先寫好 假裝是Smart Phone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建一個Device model 等一下你要建Device model 就把這個換掉就好了 對不對 前面我們已經做過了那個 Super dummy device 就是那個ABC dummy的 一樣的概念 好 那因為我們這裡面就是 兩個感測器 一個是三軸加速度 一個是陀螺椅 所以就不用改了 好 然後 這邊這個Dname呢 它是直接抓它的這個 直接 這邊也給一個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改掉了 這個現在應該都會了吧 好 Dname呢 我們就寫一個 big me 好 這個後面這個 我們就不要了 原來是用這個下來 這樣等一下比較好認 對 因為我們中文看可不可以 中文不曉得會不會有問題 大 好 亂寫 大家場 好 存檔喔 好 記住的是Dai 其他應該都不用改 就是改這個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是會把 重力加速度 還有陀螺椅的值 把它丟上去 它抓到以後把它丟上去 好 不是這個 好 這USB的目的 這個窗怪怪的 好 剛才改過的是Dai 有沒有 時間 Dai Python 沒有 沒有Request 好 Pip Request 再執行一次 好 再執行一次 好 已經有一個大家場 在5裡面喔 好 那我們就 Smartphone喔 Smartphone 然後我們到 好 我們就用原來這個專案 看一下喔 加一個Smartphone 對 勾這兩個就好了 一個重力加速度 還有陀螺椅 好 點一下 有 中文沒問題 大家場 等一下 好 所以我們先連起來了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它來開關燈啊 找一個燈泡 這裡有個燈泡 連它就好了 所以用這個A 等一下 然後連到燈泡的亮度 好 然後這個燈泡呢 開一個燈泡 開一個燈泡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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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泡 好 等一下 2號 好 已經連起來了 好 那我現在就是 因為A嘛 它就是X軸嘛 對不對 你預設 預設 看一下 它變動量 改成Smart 變動量 其實也可以 你就會亂動 它就會弄熄掉 那 取Scator 不需要啊 因為我開關燈 我用最左邊就可以了 好 我用最左邊的那一個 就是X軸 所以Disable 掉 然後 這個Deserve 很好 Save 好 所以X軸的話 就是我左右 左邊 往上 這樣 看 這個要Flash一下 好 先看一下資料 已經掉了對不對 往 往左 看這個X軸 現在往左 我已經 左邊的已經到那個 按鈕已經尖端 朝上 所以就是 這時候X軸是最大的 就是接近1 好 我現在往右 變平了 它應該接近1 0 對不對 然後再繼續往右 就變成左邊的尖端 朝上 負的接近1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他已經記住 負的接近1 就是不亮 對不對 然後就是最小值 然後正的1 就是最大值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平放 變成亮一半 好 平放一半 然後 右邊的尖端 再繼續往上 越來越亮 你看 這邊 到0.97 0.98 它沒有出現1 一倍的重力加速度 好 所以我開始又往右 往右 慢慢慢慢 接近 到接近 最小值 所以就越來越暗 越來越暗 好 現在已經到正面 真的朝上 黑掉了 黑掉 所以現在用X軸 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要用Y軸 如果要用Y軸 你那就改一下 那個套用的函數就可以了 好 你記不記得 就是 如果是Y軸 大家以前我們第一個習體 對不對 就是X2 裡面應該還有吧 套X2 沒有啊 這個沒有 那我們去看那個 先假裝要add 好 看這邊有沒有 有 把它叫過來 應該這個是 把它叫過來 已經有了 就不用自己寫 好 然後 點看這個是什麼 有啊 對不對 2就是 ARG是中國號1 對不對 X1 X2 但這個是Y的 那我要X3才對 因為要Y軸 等一下 好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Y軸 關掉 關掉 關掉以後 記得要套用 不要呆呆的關掉以後 沒套用它 在這裡 好 來這裡選一下 這邊 通常來講 有時候我們要把三個值 都平方開根號 這叫scaler 剛剛它這裡不是有個scaler嗎 那現在我不要 我就繼續送過來 送過來我取這個Z軸的 好 Save 好 那如果不行 我們可能這條線要砍掉重來 那我現在呢 Flash一下 我現在正面朝上 然後我把它改成正面朝 好像 背面朝上 先看一下 好 這是這個 這個軸 好 正面朝上 應該正1 有啊 1.1 所以現在 正面朝上是燈亮 對不對 正面朝下是燈熄掉 好 看一下它被scale成多少 好 它也不是0 不是0 就是 因為我現在手可能有些微在晃動 好 轉成正面 好 正面 好 所以它這一個值應該是0到99的 這個 這才看不到 好 不過可以用啊 就是你按右鍵 然後監看一下 現在這是Z軸嘛 好 那還記不記得 那我如果要相反呢 現在正面朝上是燈亮嘛 那我如果正面朝下要燈亮呢 那很簡單啊 就把剛才那個函數呢 把它乘以負1就好啦 好 就是過來這裡 好 我這不是套用X3嗎 好 那你就把它修改一下 好 假裝要add 然後 X3呢 把它改成X3 8 好 然後這個return 這個 負的 左門前個負的 現在就好啦 save X3 負的 好 那記得套用 改X3 好 好 存檔 好 來學一下 監看 好 我現在把正面往下 現在變成正面往下是燈亮 對不對 負的啊 負的那燈亮 正面朝上 正面朝上是正的 好 結果正的呢 它變熄掉 好 不過 熄的不乾不脆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熄的乾脆呢 可能你要設一個門檻值以下 就給它0 好 要不然的話 因為我現在手沒有完全停下來 完全停下來之後 它的這個 這個 因為誤差的關係它也不是 好 不是1啊 你看它是0.98嘛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再把它換過來 負的 負的0. 負的1 負的1 好 就是你把那個函數再稍微寫 加上門檻值的設定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用這個Rubbery呢 當手機就可以了 好 我現在呢 弄一個Rabbit 好 這先去掉 這個燈泡繼續用就好了 好 我們把這個改成叫Rabbit 等於複習剛剛那個DM的管理 好 回到這裡 好 點這個地方 然後呢 因為要加一個 add newDM 好 那我們這個newDM呢 就是跟手機的那個六軸一樣 所以就找一下 這個IDF裡面呢 有 不是感覺 應該是動作 怎麼那麼慢 那我點呢 不然我點了 我把手機叫出來改 好 手機我只要這兩個 所以其他都把它弄掉 點兩下 那他應該這時候在這裡出現 留這兩個就好 這個也不要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這裡不讓我點 不過我們點了以後這裡就會跑出來 你這個點兩下 這邊就會跑出來 找到h 好 去掉 這個去掉 這個去掉 去抽 我是不是去抽一個 這兩個 這個不要 現在這兩個 這個也不要 這個不要 好 那這樣現在我們就是等於剩下這兩項 我們就跟他說要存檔 他就會說這個已經有 我們就換名字 我們叫Rabbit 不是Rabbit 我故意的確定 好 那這樣我們就有一個在Rabbit的東西 其實他就跟Smartphone裡面的這兩項 好 那看一下它的屬性 好像不應該是0到1 不過0到1 不過這個是IDF 沒差 IDF的目前不影響 好 這個IDF目前不影響 好 那我們這個就可以使用了 來 加一個叫兔子 在這裡 兩個都擋夠 好 那這條線不要了 好 我們換成這個 A到這個燈泡 結果不是一樣 對不對 就是剛才他叫手機 現在叫Rabbit而已 現在就去改程式 所以 剛才這個程式還在 這個是用來檢查的 對不起 這是檢查姿態 我們應該是要剛才 DI這個才對 好 所以這一個地方 把DM的名字 DM的名字 改成Rabbit 好 目前因為只有這兩個 這個 這個串略我們講過 最後一個可以兜一個兜號 這樣如果你要還有其他的 就可以增加其他的 好 這個 加個減好了 好 沒關係就這個減 大家減長 這樣等一下才知道不一樣 好 存檔 好 執行 好 已經成功連線 成功註冊 再來看看 點這裡 有 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他就進來了 按鈕鍵 我現在是背面朝上 好 翻過來 看一下套用的很 怪怪的 他用到Scator 難怪 就不要 DISABLE 好 那如果 SAMBLE SAMBLE 然後DISABLE 這時候就是跟X軸有關 所以我把X軸往右 就是左邊尖端朝上 應該是負最大 右邊朝上 看一下 X軸 平的變0 左邊的尖端一直朝上 那就變負的 負到最大 好 那如果說你也要回到剛才正面背面呢 那一樣呢 就是把那個函數換掉就好了 就是這個 換這個 好 這樣就變成G軸了 好 來看 G軸 正面朝上 正面朝下 好 因為他 他過來以後 剛才X3 X3的話就是照抄嘛 照抄 這裡 抄過來 那Scale以後的值 可以看到 好 沒有Scale 有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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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Scale 就是我現在左右翻轉 左右翻轉 所以我現在呢 這一個是Rabbit 不是Smartphone 好 只是他適量用法是一樣 再給大家看一下程式 我們這堂課呢 就應該就 到這個地方 好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呃 0到5 對 然後如果是USB的時候 這個不是真的MacAdges 就跟我們之前亂打的一樣 他只是一串這個 用來做唯一的註冊的Adges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 用藍牙的話 那你要記得 要用來做配對的 這個Adges 但是配對的Adges 事實上跟連續IoToken 也可以不一樣 你可以故意不一樣啊 因為他 他就是一個unique 唯一的 唯一的註冊的這個Adges而已 這REGADDR 唯一的註冊Adges而已 如果說你這一個要再增加東西啊 你就可以在這個DFlist 加 對不對 好 這個相信大家都已經會了 那我在這個裡面呢 也是有一個範例 就是 在這裡面 好 這個加個2 好 在這邊呢 我這裡就是 這USB的版本啊 你看啊 我就自己給他 兜篩了這兩個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就要去建立一個 叫做Roberny的DM 應該都會了吧 對不對 好 建一個DM 然後這個DM裡面呢 他的Device feature呢 有兜了這兩個 好 那這兩個項目 是我從裡面 人家原來已經有 把它亂弄進來的啦 就是我發現他的 那個DF 就Device feature裡面 已經有這個 也有這個 好 我就把它塞到這個DM來 好 這樣我這一個Roberny呢 就變成有這四個 啊當然你在城市裡面 到底要把什麼東西丟上去 那就看你 好 我這邊去亂寫 就是 本來還有用亂數啊 什麼東西啊 就產生這兩個值 好 其實我本來是他還有一個Counter 那個Counter的值呢 後來因為 新的城市庫已經被Deserve掉 所以就變不能用啊 不能碰到CNT都不能用 就註解掉了 但是這個城市一樣還是可以 就是你要去建一個叫做Roberny 的東西 然後要有這四個Device feature 好 不過萬一這個建好以後 只要有一個人用啊 你就不能刪除他 因為他已經有人在用嘛 你給他刪除他 那不是很奇怪 對不對 好 這個 好 這個主要告訴你 你點這個以後就可以抓那個檔案回來 就是把Roberny當作手機 好 所以剛才做了什麼 就是create一個DM 我們剛剛不是取這個 我們取Ribbit 然後你的城市碼裡面的DM 就是要記得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然後再剛才加一個2 就是這個警號 RABB2 我就是兜了兩個參數 好 那這個期末卡專題的那個群組 我們已經建立了 所以要開始去組隊 就是最少五個人 最多六個人 然後由組長呢 明天開始可以去找助教 借這個Roberny 好 那借了如果你發現不用到 那你就玩一玩 那在學期末的時候要還回來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